我们就准备要开始了 先把电脑叫起来 有没有人有标办演唱网路的 那帮我填个十段吧 就进度报告就好了 我应该写成同一级预备 我已经错乱了 对,已经错了完 好,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要连WiFi的话 现在这边用的是AS Guest 然后你必须很快的注册一下 其实也不用认证什么东西 就离开开始用 所以 还没有联系网路的话 可以先用AS Guest 这个网路 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活动空间 当然,除了线上的空间 实体文件就在这边 线上的空间在hack.g0.tw 上面会有今天所有的提案 跟每个人登记了什么 然后包括下午的端讲 这些东西都在上面 好,所以大家报告的时候 应该有拿到一些帖子 这帖子就是你的专长 然后你的技能 所以到时候 大家可以稍微看到说 今天有什么样的人过来 然后也许你可以 把什么样的人抓到你的project里头来 好,那更重要的是 这两个大帖子 你可能对这个兴趣可以找谁啊 所以 有个人身上是贴大帖子 贴纸的 可以站起来一下吗 我吗 没有人 有没有 好,不行啊 那我们等一下要贴几个人 好,后面有 太害羞了,我不想站起来 好,所以总之呢 如果你看你很迷惘的话 通常就会有人去救你这样子 所以不用担心 好,那大使就是 你如果来过两三次 你可能就可以 帮忙做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看到很茫然的人呢 就自我介绍一下 所以我是谁啊 我来了一次 然后 问下别人去 不知道怎么帮忙 好 那这个 有时候 因为大家今天比较少来 等一下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晚来 他可能会没有名牌 好,没有名牌的话 大家就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他有什么专场 好,所以可以引导他去 这个报道台这边 拿这个名牌 然后贴贴纸 好,那 那如果有人很非常非常害羞 通常真的是有人很害羞 那 你就可以 欸,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来参与这边吃东西 那边吃东西比较好聊天 对 好,那所以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希望 这边大家 就是可以 就是比较轻松的交流 然后就真的开始做事情 好,那所以等一下会有蛮多的提案 那 其实我黑客中 现在办到第17次 其实是18 好,那 那其实里面 你看到每次大概有十几个提案 那有些提案会继续 够下去 有些提案可能就一次两次 可能就消失了 好,那 那这里面其实有蛮多的秘诀的 是说 提案的人他可能要非常的意识坚定 是真的才想做这件事情 而且是自己就在做的 好,而且它是一个成果开放 希望让他一起 幫忙一起做事情 能够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 这个比较容易成功 那对提案 一个提案刚开始 新的一个project的时候呢 其实你比如很清楚的去讲说 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就是有一个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大家可能就觉得 诶,我们好像可以试试看 立刻做一下看看 好,那所以 通常 通常 比较会成功的project呢 是这个开口的人自己在 很认真在做事情 那而不是说 跑来 问说 诶,有没有人要做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有人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边不是一个外包单位 或者是一个 呃 或者是一个厂商 基本上这边是 就是一个开放的社区 那如果你讲的东西有趣的话 别人就会加入你 好 那所以 通常 比较正确的 会成功的讲法是说 诶,我就是要做叉叉叉 就是要把它完成 那有没有人要一起来做 我一定做到这边了 然后 如果叉叉一个东西 会很棒 那所以 这个通常就比较成功 然后就会 有蛮多的人 可以一起好好做 那譬如说 呃 大家可能有看过 立委投票的直男 那他一开始也是 非常意志兼定 因为他觉得 诶,那个Johnny好像今天突然去笑 他本来又要来 他就觉得说 诶,我这个 第一次投下这个选举的票 后来觉得好像完全没有做任何research 我就投下这张票 然后就觉得这个非常的 让他 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愧疚 觉得愧对这个 民主人前辈之类之类的 好,那所以他就决定要来做这个东西 就是 让大家知道选出来的立委 他在做什么 那他非常意志兼定 然后 所以后来就蛮多人 帮他 帮他加东西啊 比如说 在县市场选举的时候呢 这个本来只是立委投票指南 变成了全 全国各地的这个议会的投票指南 通通都有 那很多人帮忙做我们一个县市的 好,那所以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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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其实蛮重要 就是你一样意志兼定 我就是要做 什么事情 好,那其实我们这边 一开始其实蛮多都是做软体相关的 那越来越多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加入进来 那我们很希望维持这里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就是每个人可以进行讨论想做的事情 那什么是安全的空间呢 那基本上就是你不针对别人的性向 或者是 就是个人的特质 或者是什么去做一些批评 而是实际就针对这个要讨论的事情 而去讨论 好,那我想 因为有时候会蛮多火花 因为我到今天好像有这个 人要做健保核山的project 然后刚才有健保署的人来 对不对 这就这样刺激啦 那其实我们很欢迎 就是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出现 只是说我们可能在讨论上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样子尊重大家的一个 就是basic understanding这样子 那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概念不熟悉的话 可以到一樣hack.com 裡面有一个余会守折 给大家看一下 好,今天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等一下会有三分钟的提案时间 那已经登记了 刚刚有十几组 那如果还没有登记想要登记 也可以赶快看看上面还没有空位 然后接下来呢 提案完之后呢 我们会把麥克风传下去 给每一个人做三个关键字的自我介绍 那基本上就是说我是谁 然后我关心什么议题 我会什么技能 然后我今天想要干嘛 大概是这样子 好,非常非常简短 每个人快速的go through一次 大家就知道今天大概有什么样的人来 什么project可能比较会有人有兴趣 好,那接下来就是一整天的这个自由的时间 就是大家可以去外面吃东西啊 可以成组的这边会有桌子的牌子 就可以占据一个空间 占据一个桌子 然后大家开始做事情 好,那到下午两点的时候会有一个短讲的时间 我看好像其实前几天就已经满了 所以我们有四个八分钟的短讲 那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会在这一件进行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下午两点的时候回到这一件来 你看这个四个短讲 那最后傍晚的时候 五点多的时候 我们会做成果发表 就是说如果这一组 你的这一组今天有稍微做一些成果出来的时候 想要发表给大家看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登记 一样在这个专案登记表上面 然后最后就会五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发表 好,今天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食物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食物组的帮忙 好,然后 就是等一下他会 他应该会再次的强调垃圾 大家要分类 所以 就请大家帮忙协助一下 好,那最后呢 就是 其实这个活动 大概办了三年嘛 那今年已经到了年底 基本上就是 这个活动是由大家 就是自发出钱的去办这个活动 好,所以就是 场地是有人赞助 那食物跟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小东西 就是大家出钱赞助的 好,所以如果你觉得 诶,还不错的话呢 可以到这个 就是 吉利米点咖啡 一间咖啡前 好,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人做事情 需要喝很多咖啡 这是一个待用咖啡的概念 就是 我就一次买氧胞咖啡 然后可以想到喝咖啡的人 好,那今天 你可以在外面看到 有这个咖啡可以带回去 然后也就是欢迎捐换 支持这个活动 好,这是上市的梗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好,那最后呢 其实 呃 就是大概前两个月开始 就是 呃 好像比较少有人捐钱 所以这一次 我们就稍微在 这个后勤中心贴了一下 就有蛮多朋友捐钱 非常非常感谢 然后尤其是 呃 这个谁 呃 还没来 募约 他们有公开申信 所以我应该可以说 他们捐了一万五千块 我从公司捐 然后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好,那 还有蛮多不具名的人 对 其他 其他 其实还有蛮多 大概有十几二十 而且很多人其实 他其实 又出力又出钱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好,那 所以我想 我就很简短的到这边 那希望就是大家今天 可以找到很有趣的 project来做 然后 基本上就是 就是 我们就要说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就是没有人 就开始做吧 好,谢谢大家